周周中第一个团灭主角团的其实不是恩里克普奇的天堂制造 而是吉良吉颖的第三能力败者时辰 而且败者时辰比天堂制造做得更彻底 先是岸边路半然后是东方仗著广赖康伊红村义太和成太郎 四代团被彻底团灭 如果不是有天才少年早人打破了循环 破解了败者时辰的能力 周周就要提前开始平行世界的故事了 败者时辰是吉良吉颖在绝望状态下再次被建设中 觉醒的第三能力 出于对白金之星时间暂停能力的恐惧 所以败者时辰也兼具了干扰时间的力量 败者时辰只能附身在类似早人这种没有提升能力的普通人身上 不论是主动透露还是被动调查 只要透露关于吉良吉颖的任何信息 败者时辰就会启动将所有已知人炸死 并将时间回溯到一小时前 当时间来到上一次的时间节点 即便没有接触 原本死去的人也会再次死去 这是无法被改变的命运 吉良吉颖就是凭借这个能力杀死了四代团 不过为了平衡 吉良吉颖自己也无法保持这一小时内的记忆 于是我们的好爸爸吉良吉颖 就成了第一个被救护车碾死的棒 木志明预见未来飞红之王删除时间 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分析飞红之王的能力是相当的完美 我们来看一下黄金之风中几个重要角色对飞红之王的评价 飞红之王可以将时间删除 在这个过程中只有迪亚波罗可以自由活动 不论任何替身任何能力在迪亚波罗面前都是无用的 这是布加拉提与老板交手后的看法 飞红之王的能力没有任何弱点 即便是暗杀也没有丝毫成功的可能 迪亚波罗的飞红之王是无敌的存在 这是被迪亚波罗打败后波鲁纳雷夫的答案 双重buff加持下 飞红之王再强也顶不住呀 何况老板没事就喜欢遇到自己是站在世界顶点的无敌帝王 让我们一起来恭喜老板 在今天的视频中迪亚波罗又死了一次 得到遗体认可后 瓦伦泰的替身第4C获得了爱之列车能力的加持 由无数空间组成的光碧可以让他远离世界一切的不幸 所有的攻击都会被爱之列车转移到世界其他的地方 其实我一直搞不懂啊 瓦伦泰为什么不趁着前期的无敌棒 从平行世界把乔尼和杰洛拉过来 利用阴烈法则瞬间干掉对方 这不就轻松摆平了 可他非要亲自动手肉搏 先是挨了杰洛一发铁球破坏者被打成了老迪 然后又被牙四胖揍一动 开始了无限的下线回旋 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 瓦伦泰和老板迪亚波罗谁死的次数比较多 乔可拉特也曾公开表示自己和赛克两人是无敌拍档 大面积AOE加轻松压制钢链手指的力速双战力确实不弱 不过二人组属于钻系统吧 不然把世界和白金之星放在一起 时间暂停的无限套娃 轻轻松松打败天堂制造 所以他们的结局自然也好不了 乔可拉特更是创造了单人癌痘的时间记录 最后直接被丢进了垃圾箱里 周祝真正意义没有任何弱点的替身只有一个 就是透龙的奇迹于你 荒木老师也说奇迹于你是他想象力的极限 他根本无法想象要如何才能击败这个替身 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认为除了软优势超越外 你还能想出哪些替身的能力可以打败灾恶的洪流呢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百科的视频还请大家多多支持哦 谢谢大家的观看